大家好 蝴蝶兰的花芽长得慢 是很多花友都提到过的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它长得快 必须要它有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 首先第一点就是温差 因为蝴蝶兰开花这段时间 如果白天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 温差不大的话 是很难让它正常生长的 最好控制在8度左右 也就是白天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相差 8-10度是最好的 白天最好把它放到正常的地方来养护 到了晚上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空调房 因为空调房的温度会相对 白天的温度会低一点 拉大温差 就容易让蝴蝶兰的花芽迅速生长 同时我们还要给它补足高磷高甲的肥料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补肥 最好是用一些水溶肥 比如说这个0-12金甲 因为水溶肥它吸收的速度会比较快 我们可以喷吃叶片 还可以浇灌根部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大概5天左右给它喷一次这个叶片 但是我们把它放到空调房里面养护的话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因为空调房它的湿度比较低 我们要给它经常喷一喷水 提高叶片的水分吸收 这样的话就不影响到它的生长 所以大家想要蝴蝶兰的花芽长得快 长得大 那么大家就必须要改变一下养护环境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